密西沙家文化日自9月28日起一连进行了三天 29日的当天 密西沙家地区就有包括多伦多佛光山寺在内的近50个公园绿地 和造型特殊建筑物门户大开 开心迎接嘉宾前往参观 多伦多佛光山寺今年再度成为密西沙家市开放日的景点之一 主要的目的是让民众透过参访旅游认识密西沙家市中最重要的文化建筑成就 让民众更了解佛光山寺的历史文化 密西沙家文化日在中秋节的周末 规划开放区内知名景点的密西沙家开门活动和多场音乐会 电影 艺术展览和节目表演 多伦多佛光山寺是唯一获选参加开门的佛教寺院 多伦多佛光山寺的决签法师表示 身为小区的一份子欢迎参加活动 希望借着机会开门迎接小区各界前来参访 推动多元文化认同 达到佛光山开山中掌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五合目标 也就是自心何乐 人卧何尽 家庭何顺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今天是我们安大略省的一个大日子 是我们的开放日 然后我们佛光山多伦多其实是其中一个点 我们是在安大略省的唯一一个中国的佛教寺院 所以今天会有很多当地的人会来到这边看 这个什么是佛教的寺院 我们这个door opened就是有几个点 其中一个点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个大殿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残堂 还有一个点是我们的会议室 然后一个点是我们的低水访 可以品尝到我们的茶叫做五我茶 所以来的人他们有一组的导览员 西方人作为导览员 带他们到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里面也有不同的介绍人 来介绍中国佛教里面的法器 的礼仪 还有就是残堂里面如何打坐 如何观呼吸 包括还有佛教的对话 我们会介绍多伦多佛光山 佛光山寺院 在台湾的佛光山寺院 还有人间佛教 来的人先到我们的柜台 然后导览员就会先把他们带到这个大殿里面 在大殿里面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先跟我们的佛陀 先认识一下 就是一个问讯 然后过后的话 我们的导览员就会介绍 这个大殿里面的功能是怎么样子的 而且是如何去 Pay Respect 就是尊敬这个教主佛陀 过后的话他就会带到我们的第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呢就是这里 就是介绍法器 还有佛教的礼仪 然后等一会儿的话我们会介绍 请一个我们的那个组员 会介绍如何的去问训 如何的是礼佛 还有介绍什么事 佛教里面如何运用一个法器 来带动一个法会 当介绍完这个地点了以后呢 我们的导览员就会把他们带到 我们的保障馆 我们的图书馆 然后过后会带到我们的禅堂 禅堂的另外一组人呢 就会教来的人如何的盘腿打坐 还有如何的观呼吸 会有一小段的 就是打坐大概三到五分钟 去让来的人体验 如何把自己的身心可以安定下来 打坐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到我们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面呢 也有一组人就会播放我们佛光山的简介 还有介绍人间佛教 同一个时候会有一段的时间 让来的人可以问问题 问佛教是什么 谁是佛陀 佛教里面的教理是什么 这个结束了以后呢 就可以到我们的滴水坊 去品尝一下我们的五我茶 那你也有一组人 就会介绍五我茶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观五我 在佛教里面 五我就是一种放下 过后呢 他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那个柜台那边 就是reception desk那边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结缘品 结缘品包括很多种 有CD 就是佛门里面的英文的开示 还有那个吊饰 还有书籍的结缘品 这就是一天里面 我们介绍给来的人 什么是中国佛教 什么是佛光山 多伦多佛光山寺 29日推出了导览 品名 佛教法器介绍 缠坐和问答等项目 从当天上午9点30分开始 分别在寺内各个楼城同时进行 几百人上下往来 人气兴旺 有的亲子同游前来认识佛教法器 有的老夫老妻携手品尝不我茶 有的全家出动参观书法和中国节等才艺班课程 有的互捧饮伴实地缠坐非常的热闹 密西沙家文化日属于2012安省开门活动的一部分 活动免费参加 安省开门活动9月份在密西沙家 万景 华铁卢等30多个地点举行 今年安省开门自4月22日起展开 预计进行到本月的中旬 今年活动主题是捍卫祖国 以纪念加拿大1812年战争200周年 安省开门自2002年以来 既有450万人次参访了安省各地5000个开门的景点 这里呢跟您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我们里面用的法器 我们的法器是在法会里面才会用到的 所以普通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让人家去碰撞它的 但是在介绍的时候可以让学的人去感觉一下法器的声音 在中国佛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法器 但是基本上的法器呢就是在这里 这一排的法器 这个呢就叫做大庆 大庆的人呢 打大庆的人叫做维挪 他是整个法器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人物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带领唱颂的人 所以当他开始要唱颂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敲一声法器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开始要带领这个法会了 这个叫做大庆 人叫维挪 另外一个呢叫做隐庆 隐庆呢是用来告诉人家 如果几时要拜 几时要起来 几时要问训 所以如果要拜的时候呢 就会先敲一声 这个就是隐庆 它是一个讯息 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当子 当子跟另外一边的法器 科子它是对配的 就是在法器的时候 如果打法器的时候 唱颂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很单调 所以呢 它会让有当子跟科子的声音 让这个法会非常的热闹 也非常的庄严 这个就叫做当子 好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那边去 这个呢就叫做沐鱼 沐鱼呢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沐鱼的人呢 就是控制整个诵经的速度 然后在打沐鱼的时候 它必须心是静下来的 所以在诵经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是诵经 让它的速度可以很平和的进行下去 另外一个呢就是科子 这个科子就像刚才我说的 它是跟当子是配搭的 让这个法会比较热闹 比较庄严 比较殊胜 这就是佛门里面用的法器 来带领一个法会 然后在大众 在开始要一个法会的时候 他们都先要合掌 先要问训 然后先要给佛陀三拜 表示他的尊敬 我们就用 请我们的青年团的团长 飞扁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的问训 如何的合掌 还有如何的三拜 会开始之前 就要跟佛陀那边行礼 那行礼的时候呢 首先呢 是要先合掌 合掌的时候 就是两个手掌合在一起 然后呢就放在胸前 这个动作呢 是表示一个诚意 然后让当事者对佛陀展现 他对佛陀的尊敬 以及他对佛陀的诚意 过后在拜之前呢 他会先有一个问训 这个呢 就是问训的动作 然后就是问 弯下去了以后 起来的时候 两个手指会先点一下额头 然后让那个智慧的眼 可以开起来 然后可以很尽心的学习佛法 过后呢 又放回去胸前 这个就是合掌的动作 然后当问完训之后 就是开始要礼拜佛陀了 然后他就会有败下去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当他败下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放掌的这个动作 放掌就是一个接主礼 接主礼就是 在印度佛教里面 这个就是要接佛陀的脚 表示说他对佛陀最高的尊敬 所以当他放完掌之后呢 他要起来的时候 他又会翻回来 然后再慢慢的起来 在佛门里面 大多数我们都会做三个 那个礼佛 礼佛过后了以后 我们会再来一个问训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对佛陀的一个尊敬 我会再来一个训练的我 我会再来一个训练的我 会再来一个训练的我 那里面 我们会再来一个训练的我 我们会再来一个训练的我 就会这样的我 看起来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